2022 神秘的夜 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說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手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 好 科學新節和大家見面 今天看到只有我一個 就知道什麼事了 即是台長暫時在這集不出現 這集我繼續一如以往 就有五節的內容 去給大家說回 剛剛這個星期 最新鮮滾熱辣的科學新聞 大家如果掛著台長 不用擔心 下星期我又和他坐在一起 今個星期 竟然是他被開我 即是我回來 但他又不知去哪裡 但其實他稍後 我遲些晚些去回來 好了 講回這個 今個星期 我都認為是一宗很大的科學新聞 在普通香港的中文媒體 台灣媒體 都有報導到的 他甚至乎叫做 有人改了一個名字 就是叫做一個可以毀滅 世界毀滅地球的一個宇宙射線 粒子 這樣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都嘗試用回我自己的科學知識 跟大家講一下 我就找得回 現在在畫面上看到 就是那個CNN去報導 這個非常高能的宇宙射線 他的新聞 首先這樣說 如果你問我 那些高能宇宙射線 只是本身 即平時的高能宇宙射線 不是什麼新聞 每日 每時 每分都有非常之多 這些宇宙射線 射了下來 我們的地球 甚至乎 如果說回香港 你去探測宇宙射線 這些項目 甚至乎曾經是有大學 將它變成為一些 中學生的一些習作 就這樣去做 譬如他就會邀請 很多的中學 他們就負責去照顧一個探測器 然後 那個探測器 就會跟你放在一個學校的天台上 日夜追蹤著 在香港的學校的天台上的宇宙射線 如果你確認到 全香港的中學 都同一日 都大部分 這些探測器 都收到訊號 我們就會確認到 我們是可以量度到 這些宇宙射線 當然 越高能的宇宙射線 它的發生的機率就越少 而在這個宇宙學 和整個天文來說 對於那些極高能的宇宙射線 它的來源是怎樣去來呢 其實一直是挺引人入勝的 因為我們不是很知道怎樣來 如果你說 比較近我們 太空人離開地球 去到宇宙空間 那裏 輻射會多了 這些輻射 很大部分 你說是由宇宙空間 那首先有個來源 宇宙有什麼可以是高能量射線的來源 自然是來自一些很有激烈運動的天體 譬如說在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 曾經有些超新星爆炸 或者是有些加碼射線爆發 甚至乎我們的太陽 自己本身都給予非常多的這些輻射下來 就算太陽自己 有些輻射是高能一些 有些輻射就低能一些 高能一些那部分 它的份量是少一些 它主要的能量 就是以我們看到可見光的形式 那些電磁波散射出來 再加上一些有實際的帶電粒子 就形成了太陽風 最後就會變成了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 北極光那些這樣的現象 如果說回北極光 我們幾個星期前有介紹過它的現象 那我們先回到宇宙射線這個題目 剛才說了一件事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在地球遇到的宇宙射線是不少的 舉個例子是怎樣 如果在這一刻 你自己把手掌遞出來 那基本上 你已經可以放 稍微放幾分鐘左右 已經可能有一個宇宙射線 穿過你的手掌 那當然 穿過你也不知道 因為那些宇宙射線 它不一定是不高能 它可以是很高能 但是不代表它一定是 跟你手掌上的物質是有相互作用 如果它根本上 當你的手掌是透明完全穿過的時候 那基本上你不會 感覺到有甚麼損害 但是有一些事情 你想也想不到 原來也有關係 譬如說 不知道大家 在家裡用一個路線 家裡有Wi-Fi 對嗎 就算有一條光纖薄 那次你有一個路線 然後你就有Wi-Fi上網 但是Wi-Fi那些東西 久不久 你發覺就彎了 要重新 那些路線 原來往往可能就是 你的路線 本身就是 好像你兩隻手掌那麼大 它剛好有一個宇宙射線 穿過 它的宇宙射線穿過之後 干擾到裡面 它的電訊訊息 於是就累積了不差 然後你就發覺 那些東西就倒閉了 然後你想做好它 其實很簡單 關機開機 讓它重置一下 其實我們生活上 往往就會因為 這些宇宙射線 也會帶來 我們的電子零件 有些異上不到 對我們生活上 感覺到的影響 當然 越高能的事件 我們就越是希望 去了解 它的來源是哪一處 那就要說回 這次的新聞所說 現在它就說 是一次幾乎 又不是前所未見 只不過是對上一次 看到這麼強烈的宇宙射線 已經在說好幾十年前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今次遇到這個高能量宇宙射線 是那種叫做 真是幾十年一遇的 高能宇宙射線 那麼 講高能宇宙射線 有幾高能 給這個數字 給這個天文數字 大家先聽聽 它甚至乎 叫這個粒子叫做 Oh my God 即是我的天 的一個粒子 它用到那個數字單位 就是 二百四十四乘十的十八次方的電子幅 OK 即是二四四後面 再畫多十八個零 這麼多電子幅的能量單位 那麼 跟一些我們已知的東西比較 譬如說 跟一個電子本身的淨子能量比較 你發覺就差了十的十二次方 這麼多倍 即是一後面十二個零 這麼多倍 即是說這個宇宙射線 它自己本身是甚麼 我們是不清楚的 但是它最後給出來的能量 就比起我們正常見到的電子 它的淨子能量 還要多了一後面十二個零 這麼多倍 那就是非常之厲害的能量 這種能量 如果你看回香港的中文報章 它有提到 你只需要儲夠一gram 這樣的物質 它就足以整個地球都毀滅 聽起來好像很誇張 但是這次就量到一粒 即是一次這樣的事件 它的能量級數是很高 它其實總體的能量 就等於多少呢 在CNN這樣的報導 都說了一個挺形象化的 就等於你找一塊磚頭 在你的胸口這麼高 放在地上 打傷自己的腳 那種這樣的能量級數 起碼你感覺到痛會去到哪裡 但是不要忘記 這次只不過是來自一次這樣的事件 一個這樣的微不足度的粒子 就可以擁有這麼強的能量 所以你計算一下 其實是很不成正比的 只不過是一個粒子 它可以富有的能量就是這麼多 所以這次的宇宙射線 這個例子就驚嚇到很多人 有這麼說 又要講一下測量的過程 我們量度到宇宙射線 大家可能以為一個很高能量的射線 一粒穿過來 就是這麼簡單的理解了 但如果我們在地球上去測量 其實實際上的圖像比較複雜 大家如果看看這個新聞裡的圖像 我覺得是一個挺貼切的 挺符合現實的比喻 也不是比喻這麼簡單 是真的這麼發生的 它這個宇宙射線 要留意 我們如何量度它 用探測器 是否只用一個探測器 你可能想一條射線 剛巧有一個探測器 一個這樣捕捉到 是否這麼簡單 又不是的 這個探測器 就是安裝在美國的猶他州 在2008年的時候已經建立了 它裡面是牽涉到 有一堆探測器 分別擺在507個 好像冰陰波桌 即每個好像冰陰波桌 那麼大的探測器 就有507件 它們不是很緊密地拍在一起 它們是會間開一段距離 是平均地分佈在一個空間上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有507張冰陰波桌 每一個探測器 就像一個冰陰波桌那麼大 就把它均勻地分散在一個 700個平方公里那麼大的範圍裡 它就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探測器 大家有否留意到 畫面上的這張圖畫 它的底部 你會發覺就像一個探測器 就像田裡插秧 很均勻地放在平面上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 宇宙射線的事件 它下來的時候 它不是一速地下來 而是好像一個掃把慢慢散開 原因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宇宙射線 它本身就是 它會撞到我們的大氣層的大氣 然後它就會觸發到一連串 其他的粒子的反應 它的能量 它自己本身的能量就會灌注在 這些這樣的大氣粒子裡 令到它一直有一連串的高能量粒子 就一個撞一個 這樣撞了一串東西出來 所以我會說下面的那束 一個這樣的shower 一個這樣的掃把狀 一個花灑的物體 其實就是來自原本 那一粒這樣的高能射線 出來的一個副產品 而我們就是在地面上摺到 就是副產品帶來的一個很廣大範圍 它會點著很多這樣的探測器的反應 所以這裡其實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們在地面上摺到的東西 就不是直接就是那個高能量粒子 而是由那個高能量粒子 產生出來 給出來 在大氣裡產生出來 那些副產品 給下來的效應 那你不難想像的 如果那個射線越強的話 它能夠出來 整束東西的範圍 那個花灑噴灑的分布範圍就會更大 所以一次由它接觸到的訊號有多強 以及它覆蓋的範圍有多大 你可以反過來計算 它原本的宇宙射線是有多強的 正正就是因為這次這個事件裡面 在一個事件裡面 就一次過點著了 其中都有二十幾三十個 起碼這些探測器 我們就有足夠的資訊去估計 去推算原本那個宇宙射線有多強 在這次之前 其實一路運作以來 都度了大大小小 有三十次的這些大型的宇宙射線事件 不過這次就是最強的一次 那麼厲害的一個地步 就除了在美國那邊 他們的研究小組 把它改了名叫做 Oh my God Particle 即是我的天、我的上帝 這樣的粒子 日本那裡就將它命名叫做 Amaterasu 就是天照大神粒子 你可以想像到這次事件 勁到的一個地步 就每一個研究機構 都拿回自己的神 去命名這個粒子 那麼剩下一點時間 其實可以解一下一些 概念上的東西 我們很喜歡問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次這麼辛苦 做到這麼強的這些宇宙射線事件 我們有沒有能力解釋它從哪裡來 這次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們追溯它的方向 你大約指向它在天空邊的方向 你大約知道它在哪個位置 如果它是一個超新星 然後那裡有些高能量粒子來 那我們很開心 我們知道這個超新星給出來的 高能量粒子 來幫我們估計這個超新星本身 它的爆發時候能量有多少 太陽有去一些比較高能的射線 來的時候 亦都比我們更加去了解太陽本身的活動 那麼如果是有一些 我們想過譬如銀河 有些譬如宇宙比較早期的那些銀河 我們叫它做一些 Active Galactic Nuclear Agn 即是說它是一個 好像銀河那麼大的東西 但它的核心就很活躍運動的時候 會給這個高能量粒子出來 讓我們量度到 那麼我們就會拿這些高能量粒子 成為我們去測量這些天體活動的一個工具 好了,真是氣肉 那麼這次最特別的事件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追溯回這個高能量粒子發射過來的方向 是找不到,是沒有東西 是一些我們認為空凌凌的地方 就不是一些我們熟悉見到解釋到的東西 而是一些我們原本根本不知道那裡有什麼 無端端就有一些這麼厲害的宇宙射線粒子來 而那個宇宙射線粒子的級數 是比起那些原本是會發光發而發輻射的天體 比出來的宇宙射線是更加強的 所以這次來到這個位置才是 這個新聞 即是這次這個宇宙射線 為什麼這麼震撼人的地方 即是香港媒體它就比較集中 就是在說它的能量級數 是可以有多厲害有多厲害 但是如果在學術來說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這個高能量的事件 我們沒有辦法解釋得到是怎樣 如果你說問回楊振臨教授的師傅 廢米他就曾經給過一個很漂亮 很簡單的概念來解釋 即是很粗糙地解釋 就是這些強勁的宇宙射線 可以怎樣去來呢 其實就是說如果有兩片星雲 那兩片星雲它都有很強的磁力 在其中間其中某個部分那裡 這些磁力就可以幫我 將這些帶電的粒子改變方向 這件事正正是我們現在 那些粒子加速器發生的事 於是乎有兩個這樣的 大磁場的星雲靠近的時候 它那些這樣的帶電粒子 在中間朗朗下 就可以將它一路加速加速 就好像一個粒子加速器那樣 最後就是在天文尺度的東西 最後就給到天文尺度的能量級數 那很可能就是這些天文事件 令到它這些粒子可以有這樣的能量 理論上是可行的 但實際上我們是否真的可以追蹤 讀到這些事件發生過呢 就暫時還未 在地面上我們嘗試用我們的科技 建立一些很強的粒子加速器 來去將那些粒子加速 但是我們無論人類科技怎樣加速都好 比起今次這個宇宙射線的事件 那個能量級數還是差很遠 由這個宇宙射線 這次比出來的能量級數 是比起我們地球 就算在瑞士、法國交界的 雙粒子加速器 那些粒子還要強勁多 多少倍? 十的九次方那麼多倍 十的六次方就是一百萬 千萬億十億 就是強十億倍 即是天體間、宇宙星際間 它對於粒子加速能力比我們 人類現在還要至少十億倍 所以只能夠說 人類科技力量暫時還是比較渺少 那麼究竟之後 我們可否有進一步的證據 講解這個宇宙射線 實際上的來源是怎樣呢? 或者在一些宇宙神秘 我們以為黑漆漆的地方 會不會有些我們想不到的活動 是有一些新的東西發現到呢? 那就是這個發現最有價值的地方 那麼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繼續 很多次都是影片 不知道自然的話 的影像 對 我們節目 操作 只有一個 exhale 我會像7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